美国放弃以后呢 中国用黑科技解决了电磁炮的发展瓶颈 未来有可能会全面逆袭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田绍 据南华早报报道 电磁炮技术呢 现在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那就是迅速移动的发射体和高压电流 可能会导致电磁炮内壁或轨道无法修复的磨损 缩短炮管的寿命和准确度 就在美国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 最终决定放弃电磁轨道炮之后呢 中国的军事研究人员证实 目前呢 我国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加强相关的测试 据某实验中心研究员 以及相关团队 在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近年来想出了一系列的可能的解决方案 并且呢 经过了大量的试验研究 而这些测试的规模和强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类似测试 中方的研究人员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电磁炮研究中呢 获益匪浅 例如 他们在轨道上采用了液态金属 以减少电磁轨道炮的磨损 其实呢 在西方这项技术呢 已被广泛点研究 但是呢 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 此外 中方科学家用于模拟和分析损害发生率的部分模型 也是由美国电磁炮研究人员开发出来的 然而他也想到 中国电磁炮有些创新性的设计是前所未见的 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电磁轨道发射器 很多技术积累是源于美国 但是我们在此基础上 又采取了很多创新的措施 最终呢 使我们在该领域的研发 处于比较领先的阶段 美国现在已经停止了电磁轨道炮的研制 而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正在向前迈进 早在2018年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在一艘登陆舰上装设了电磁炮 首度在海上进行了实战测试 据航空与航天期刊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说 这门电磁炮的原型能够将25公斤重的炮弹加速到7.3马赫 也就是说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能够超过音速的7.3倍 并且呢击中了250公里外的目标 据报道解分军目前也在军车上安装试验电磁炮 以测试其陆基板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海军版的电磁炮在进行试验 陆军版的电磁炮也在进行相关的考核和验证 目前在电磁炮的技术发展方面呢 还面临着很多的技术瓶颈 包括大功率的发射技术 电磁轨道的技术 弹丸的技术 以及相应的控制装置 那么要想把电磁炮技术发展成熟 还需要克服相当多的难题 比如说电磁炮发射的炮弹虽然没有火工品 但是由于它的发射出处很大 能不能在电磁炮的炮弹里面装上制造装置 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因为如果它的加速度达到1000多个G 那么这么大的过载 制造装置那些精密的芯片 以及相关的电路能否承受 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否则你发射出去的弹丸 也就是一个高速飞行的炮弹头 直接命中目标还好说 如果你打在别的地方 它甚至都不能够爆炸 因为如果你把炸药装在电磁炮炮弹里面 在发射过程中 有可能发生自然爆炸这么个情况 那么一个铁嘎大发射出去以后 如果不能够准确的命中目标 那么怎么来打击敌方的军舰 坦克或其他的运动目标呢 这是未来发展电磁炮 一个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当然一旦这些问题克服以后 电磁轨道炮的作用恐怕就会非常大了 从目前所透露的相关信息 我们可以看出来 电磁轨道炮的最大优点 是射速高 射程远 动辄二三百公里的射程 这是一般的普通火炮 做不到的 而且呢 由于它的飞行速度高 能量大 一旦命中目标 威力相当可观 而将其发射出去的成分又比较低 只要你的能源供应有保证 那么它可以连续的多次发射 超音速好几倍的电磁轨道炮的炮弹 从而为某些防御系统或进攻系统 提供相应的打击和拦截手段 好 今天的评述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